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这也是属于亚马逊 每天早上第一步就来这里取货 对 那你们送是每天都不一定去哪个地方送 这个地域是不固定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每个仓库去的地方基本上不同 你像平河岛这边一般就是送大田区 木黑区这附近的 就这附近这一块 这边一般开出去就几分钟就到了很近 然后这边它告诉我是三号库 这是第三个库 我先去推主 这边因为亚马逊对这个驾驶能源就是很负责的 就是上班你不能喝酒 你去测一下是吧 对 酒精是要测 就上下班都要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我今天早上的货 那还有一次了 你这个能装下吗 可以 装得下 拜拜 好 早上 又是ăm 六千 六千 然后它这边就是会问你睡眠几个小时 你是對你最安全的安置運天負責任的 好 謝謝 這邊就是說 像有時候這大個的東西裝不下的時候可以還給他嗎 可以還給他 對 裝不下可以還 那他重新找人記是吧 對 他這邊有就是說 rescue那種的 就裝不下的人 他有專門的能給你拉出去 你們是公司給你們安排好 對 然後你們直接來拉就行 不用自己管其他的事情 對 他這邊都給我們安排好 我們跑哪裡的 他早上都會控制的 我今天55號 那這是3號庫 55號 然後你看這裡是3號庫 那這裡你看55號 是這樣子的 他這邊也沒有什麼大的東西 一般種的也就是水什麼的 然後咱們在這邊寫這個數字就是方便找這個貨 因為它有些貨 像這個面當它是壓上去的 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嗯 所以說我們一般就是 就把這個寫在這邊 然後是方便看貨 哦 這樣你就方便一眼就看到 對 這就全部裝完了 這個小難點就是咱們現在的地方 嗯 然後我們今天送的範圍就是這個 大田區的大深溪跟大深北 那你要自己規定路線是吧 對話的就是 咱們正常會從這條路 這個黃漆這條路 一路往下開 然後它這一條路 因為是黃漆嘛 主幹道 它這條大馬路 嗯 所以說它 你這邊是過不來的 嗯 所以說我們正常是往靠左走的話 那我們肯定要先把這一塊先送往 嗯 靠左邊 送完之後就是最後來送在右邊的貨 送完之後 怎麼直接往倉庫方向走 就剛好順著倒回來 嗯 明白 你今天送多少件 我今天早上81 平常也這麼多 正常來說就90多件左右吧 一早上 下午還有 下午還有一趟 下午幾點時候派在那裡 正常下午3點多開始拿貨 下午也是90多件吧 下午一般也就八九十左右 我姓陳叫我小陳就好了 我來自福建省 中國福建 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30了 30 那你是幾年哪一年來的日本 我2017年來的 2017年 那現在6年了 對 你相當於24歲過來 差不多 您是在國內是上完學就直接過來嗎 我國內上中莊畢業完之後 在國內待了一兩年 然後過來這邊 國內工作了 然後又過來這邊 對 留學過來的 對 那這邊上了什麼大學還是專門 專門畢業 專門畢業 你們車是自己的嗎 有些是租公司那邊的 租公司的車因為方便 就是車壞了什麼不用自己去處理 打電話公司那邊直接給你處理掉 叫拖車什麼的 這一點還是挺方便的 那你們這個平時送貨 經常會路邊停車對吧 對 那罰單啊什麼的 罰單也會有 也會有 就是速度 咱們所以說 你開車慢一點呢 沒事咱們注意一點安全 對不對 但是咱們上去送貨 上去下來的速度 你一定要快 因為你停在馬路邊 它貼單只要幾分鐘就夠了 就給你貼上了 你只要下來看見它在拍照貼單 那都沒事 它只要單子不把你玻璃上面貼 都一般正常都不會有事的 亞馬遜它有很多種配送方式 有些可能你像我們現在38的這個 它就指定載配箱 它就指定了載配箱 所以說我們先放載配箱 載配箱如果說滿了情況 那我們要去按門鈴 客人有可能在家 如果客人不在家的話 那我們也要給客人打電話 就是問客人 我是給你放在哪裡呢 還是說帶回去 明天再給你送過來 這樣子 我們現在到這裡了 它這座房子在一番通行的出口這旁邊 馬上到了 對那就是這一座了 在這一座 這一番通行出來這一座 就是您左手邊的這一座 你要上樓嗎 它這個是放載配箱的 所以沒必要上樓 這個是不載票 就是您要是放載配箱的時候 也得要換一張這個 因為要通知客欄 我給你放在那幾號箱密碼的時候 這些都要寫 然後咱著現在這第一家 它會告訴你是黃色的袋子 二二一八的袋子 那就這個黃色的袋子二二一八 它這一點都給你標記的很清楚了 它的規劃挺好的 對哪個袋子它都跟你說 所以這樣子我們找貨也方便 然後它這邊寫的是包裹 寫著包裹 一般包裹就是像這種的袋子 它是屬於包裹的 它是屬於包裹的 然後淋一下 這個就是Takuhae Box 但是呢 我們一般就是說 這種小興奮的話 能放油箱 我們肯定是給它放油箱的 因為如果咱們給它放進宅配箱的話 那宅配箱其它的油箱進來 它估計就滿了 所以說為了方便別人 我們自己能放油箱盡量放油箱 好吧 嗯 你是幹了多久這麼熟練 我幹了一年多 快兩年 那就是這一座 路口的旁邊這一座 所以把車停下來 就盡量往裡面靠一點 因為外面來車 然後下車就要稍微看 後面門來車 這一點安全是第一的 好 畢業以後 這是你第一份工作嗎 這是我就職後的第一份工作 以前就阿諾拜託了 對以前就阿諾拜託 讀書的時候 日本行留學生都會阿諾拜託 對對對 那這份工作感覺你還說 還比較輕鬆是吧 對對對 就每天都很輕鬆這個活 每天都很輕鬆 因為你可能幹的比較熟練 我是這麼認為的 這兩間貨在這裡 他這個是放門口 放玄關的 直接給他放在這裡 然後對著這裡拍一張照 滑動滑過去 那這一張照片就是客戶 會直接發給客人的手機裡面去 然後他就知道他的貨在這裡 鎖在這裡 鎖在這裡 然後等一下 他這個軟件 他有帶一把鑰匙 這個鑰匙 給他按一下 他可以解鎖 直接這個門 直接解鎖 你又可以進了 對 你看 解鎖了 直接進 然後客人是規定 指定放玄關的 他這邊沒有電梯 要爬樓梯爬到四樓 你們爬樓梯的情況挺多嗎 還行 偶爾吧 大部分有電梯 大部分都有電梯的 這個客人的情報 我們要朝這裡面 不能被人看到 客人的情報要朝裡面去 然後也是在這裡拍一張照片 像這種情況直接滑過去 這一單又結束了 很快 這個地方只有可以看人家 對 像這種小路 咱們要結束 不然人家自行車什麼衝出來 都殺了路車的 盡量慢行 這裡 然後現在小藍典快到了 他這座房子 那他房子就在這一座 左手邊這一座 這機密慢行 您可以拍一下 看那些油門 然後後面來車的 咱們就盡量把車靠邊 不擋別的車 對 你不能擋住別人的車 咱們先把車靠邊停 到後面車可以過的了 還是一樣的操作 下車走 Amazon 謝謝 這裡就拍照就行 對 跟剛剛那個拍到流程一樣 對 這是一樣的操作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現在擋到人經常發誓是吧 對 這是很經常的事情 像在這個小糊塗裡面 就是會這樣 在日本人他也不按喇叭 他不會 但是 咱們回來的時候 肯定要跟人家說不好意思 擋住您 嗯 正常沒能偷東西的 日本還比較安全這方面 對 那你像你那麼多快遞在車上 從來沒有發生過被人偷走什麼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一次都沒有 沒有 那如果丟界怎麼辦 不會丟 Amazon 謝謝 你們有沒有去過那種 就是完全沒辦法停車這裡 有啊 那怎麼辦 就只能停遠一點 就是根本就進不去這些路 你只能停 稍微遠一點 寬一點的路 你們有沒有那種 特別重的大的貨 這不會有的 最重的也就是水啊 10至1箱水 對 不 有些是 有些客人公司什麼的 會有十幾二十箱水 那時候我們是有台車的 放在台車上面推上去 哦 就是小Q車那種 對 這不可能讓你搬的 二十幾件你怎麼搬啊 這個肯定要給我爛爛爛爛整得多 這肯定是要讓位置 因為這是一條路 麥帶下去都いいですか すいません 耳朵收起來才能過 對 你不然科到 小心壓到它的貨 不會 沒壓 壓到了嗎 沒壓 沒壓就行了 我這不能 你那裡完全貼 貼到了 貼得走 所以說 你說剛才那些路 根本就不算窄 還有比那更窄 都窄到你無法想像有時候 把你們公司拍一下 快看快看 諸葛三世 歡迎加入諸葛三世大家庭哦 你們這真的是走街串巷 對啊 所以說什麼路沒見過 基本上是走的差不多了 已經過了一半多了 已經一半多了 才說一個多小時 要是今天我不來更快 是吧 沒有沒有 這個要看情況的 看這個路況 或者說 艾利亞好不好跑 正常熟悉的 熟悉之後就是說 跑跑一點的地方 一小時達到三十階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熟人生小慢慢熟練 沒有水一開始就會 沒有水一開始就會 你剛來的時候一天能休息多久 剛來中間那個 中間就休息一個多小時吧 現在呢 現在兩三個小時 亞馬遜這個其實不累 不算很累 就是當你熟悉了之後 會的時候 你又發現很輕鬆的 三個小時那你在哪裡休 我一般就躲在車裡面睡覺 玩手機 回家都可以加勁的話 對 你回家睡一覺都可以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送的 沒能管理 你只要能來得及送 不出處我都沒事 還是很寬鬆的 相對而言 你去外面上班那是沒有自由的 你上班時間 肯定要躲在你店裡面對不對 這個又不一樣 這是完全很自由的事情 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肚子餓了 你去便利店買點東西吃對不對 累了 歇一會玩火手機 你只要能在規定時間內 給他把貨送出去都沒事 已經充足了這一天下來 期間 早上八點鐘開始嗎 對 到晚上七點 大概六七點 中間休息多久 我正常三四個小時吧 收入也很滿意 收入還行 可以養活一家人 一家人就靠這一份工資 可以照顧好他們 可以可以 跟其他工作對比 而且工資這一塊也比外面高 那這就算是休息時間 對 這休息時間完全是自己掌控的 你想多休息 你就多休息 相對來說很自由的這個火 就想在這邊歇一會也可以 抽支煙啊 玩火手機都可以 因為咱們就是說 能來得及送就行了 女孩子也可以幹 女孩子也可以幹 你像日本五六十歲七八 七十幾歲的老猴子 他也在幹幹的 也幹 咱們現在這邊都送完了 現在是那一邊了 只剩二十七件 要放不了 打電話 打電話 因為… 外面的外面浸不知 外面浸不知 那是那邊可以的 在宅配件上 Aha 好嗎 就是那裡 知道 我要先放下 下面 OK 我去放下 这边就直接是投诉的 客人大家就说我货丢了 因为我们是经过客人的同意 我们才能放这边的 马上下班了 这边显示有五个不在 然后返回工作站 三四分钟就到 今天就全部配装完毕 早上就结束了 然后就等到下午2点半到3点 取货下午的货 早上就是你现在接下来的时间 你想干啥就干啥了 早上就这样结束了 早上一天的工作 辛苦了 这里就专门是司机休息 大家都在这一次 所以我还有这个伙食